华裔女孩林耶凡摘得了加拿大2015年 世界小姐桂冠 许多中国媒体也相继报道 不过事后中共国安却威胁林耶凡 身在大陆的父亲 而为什么中共国安这么惧怕华人参加选美 我们从这位年仅25岁美丽女孩 她的演艺录与人权活动看起 华裔女孩林耶凡夺得加拿大世界小姐选美冠军后 华人为之欢呼雀跃 西方国家的人也纷纷道贺 连中共官方的中心网人民网 也报道了林耶凡选美摘冠的消息 不过在女孩的故乡中国湖南 警察闻讯后到女孩家里不是报喜而是威胁 与此同时 大陆网上关于她摘冠的报道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 我的父亲就突然一下就告诉我说 你不要再就是讲关于人权的事情了 然后我的舅舅他们也都告诉我说 现在就是以前看到那些报道 现在全部都删了只剩三条了 任何跟人权有关系的全部都被删掉了 林耶凡的父亲是一位成功商人商学博士 母亲宋敏君机械工程硕士毕业 出国前任湖南大学经济学教授 林耶凡13岁时随母亲移民加拿大 目前在多伦多大学 攻读戏剧表演和国际关系双学位 25岁的林耶凡曾经参加过20多部影视剧的表演或制作 在《机缘》、《重生》等影片中刻画《善恶有报》的普世价值 其中《前生缘》等影片多次荣获国际电影界大奖 林耶凡参演的首部电影是反映2008年汶川地震中 数万名中小学生被中共豆腐渣工程害死的真相 林耶凡说 以后还会继续为中国的弱势群体发声 作为法轮功学员的林耶凡 深深地被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被残酷迫害中 依然实践真善忍理念 和平理性的反迫害举动所感动 15岁林耶凡就开始为中国人权奔波 在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办公室实习期间 林耶凡曾作为加拿大青年代表访问以色列 2011年和2012年 林耶凡作为唯一的亚裔女性 两次参加由加拿大外交部宗教自由办公室组织的圆桌会议 2013年 林耶凡首次参加世界小姐比赛 因为担心身穿泳装而刺激到那些受到性侵犯女性的心灵 拒绝参加泳装比赛 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区季军 这一举动促使世界小姐大赛 从今年开始取消泳装这一环节 2013年参赛后 林耶凡成功举办了音乐会 筹得1万家元 捐给Variety的Children's Charity基金会 一些评论人士指出 中共对林耶凡家人的威胁 反而会进一步引起民众对法轮功学员 和林耶凡的关注和支持 林耶凡也表示 将继续参加在澳大利亚 举办的世界小姐决赛 她说 希望自己的表现可以让家人感到骄傲